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帝王蟹三斤左右的 还有那个葱 姜 蒜 小葱段 酱油 糖 还有那个豆瓣酱 辣椒段 花椒 还有油 哇 这个选料真的是特别的丰富啊 比如看它设置有点那个鲜亮 或者你挑的时候颠一颠 感觉沉比较沉的话 它漏最会比较那个饱满 那就是我们在挑选帝王蟹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选这个就是亮大的 而且呢这个表面是光泽红润的帝王蟹 话不多说 马上有请马大厨为我们现场来制作辣炒帝王蟹 锅中放油 油热后加入辣椒段 花椒 炒香 加入豆瓣酱 继续翻炒 炒出汁水 放入葱 姜 蒜 煸炒出香味 放入帝王蟹 翻炒至均匀 加水 水没过螃蟹即可 大火烧开 烧开后放糖 酱油 继续烹煮十分钟 至汁水收干 汁水收干后 加入香葱段 炒匀出锅 哇哦 真的是太好吃了 你看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当中 在这个开着空调的房间里面 放着音乐 喝着小酒 吃着这个辣炒帝王蟹 那真的就是一个爽啊 那更多的这个美食资讯呢 也尽在我们吃货大叔的公众号当中 大家还可以关注凤凰健康 来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相关资讯 那么本期的三分钟一道亚生菜 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但是我们要继续快乐 将美食进行到底 让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享保佛 感情